说到联盟中的当红球星 不得不提起勇士队的库里和杜兰特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迎来 库里和杜兰特共同创造的勇士王朝 连续三年夺冠 针对这个问题 有记者采访到了伟大的篮球之神 迈克尔·乔丹 乔丹说出了自己心中所想 说真的 两个人的球技以及各方面的能力 几乎可以说是相差无几 这很难判断他们的实力谁高谁低 乔丹继续表示 如果是按照历史地位来排名 我觉得是库里会高一点 库里他创造的小球时代 而且在影响力和推动篮球的发展上 杜兰特和库里是没法比的 不是一个级别的 乔丹的话语中可以判出 尽管杜兰特的个人数据 可能比库里的好 但是历史地位并不是按照个人数据排名 而是主要考虑到 对时代的发展 以及篮球的影响力等等因素 这也难怪 挑战会说出 杜兰特和库里不是一个级别的话语来 库里和杜兰特 两个人可以说都是超级巨星 都在历史排行上占有一席之位 那么两个人 谁的历史地位更高一些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就关注彩儿吧